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四川甘孜州卢定县26号凌晨3点49分 发生了5.6级地震 震源深度11千米 而省会成都震暗强烈 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上网报告 灾情的排查工作已经展开 地震发生之后 当地海洛沟景区消防救援大队 出动了两车8人 立即在镇中附近的摩西镇以及燕子沟 开启沿街排查工作 目前暂未收到防务倒塌和人员被困的消息 而甘孜州消防救援支队全情指挥部 也在4点25分派出了16车78人赶赴镇中 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时间是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 所属的武警甘孜支队 亚安支队等多路救援力量 也已出发前往镇中开展搜救工作